我军新型单兵外骨骼曝光 它究竟有什么能力 为何不用能源动力也能帮士兵省力 近日 央视在一档军事节目中 曝光了我军一款新型单兵外骨骼装置的装列 据火器 这种名叫卫生员外骨骼的单兵外骨骼装置 主要用于我军的医疗兵 在其演示中我们可以看到 医疗兵通过这种装置 可以迅速地在战场上对伤员进行转移 实际上单兵外骨骼这个概念 在多年前就已经是热门话题了 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 都在这方面投入了很大的功夫 不过各国对于单兵外骨骼的研究 一直有一个问题的困扰 那便是起动力系统 目前主要的单兵外骨骼动力来源采用的是电力 但由于外骨骼本来就是进行减负的 电池肯定不会太大 然而这样一来电池的容量就很难得到保障了 在去年的时候 美国萨克斯机器人公司公布了一款名为 卫士XO等单兵外骨骼装置 该装置同样采用电池驱动 士兵可以通过其装置举起100公斤的重骨 并且这种装置的续航达到了8个小时 相比于HULC外骨骼 卫士XO看起来要强大得多 但其成本以及穿戴方式可以看出 这种装置还是更适合后勤人员 并不适用于前线作战的士兵 那么这次 我国公布的新型单兵外骨骼 会不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首先可以确定一点是 中国的单兵外骨骼装置 与美国人的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那就是这个外骨骼装置没有电源 处于被动式的外骨骼装置 简而言之 这个装置不依靠能源动力 而是依靠机械结构 来让士兵自身产生动力 或许有人会问了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 既然是士兵自己产生动力 那么这款外骨骼又如何能做到省力呢 士兵又如何轻松扛重物 实际上 这种机械式外骨骼 主要是将一部分的重力 直接传导到地面 同时把受力点分散到身体的多个肌肉部位 这使得士兵搬运重物时 只要双脚不离地 就能将力从上肢分散下去 达到省力的效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 穿戴上这样的外骨骼装置 能比平时多搬运30到40公斤的物体 此外 无动力能源也就意味着 我军的外骨骼装置 能做到随时使用 不用考虑使用时长 并且成本也不会很高 同时我们在画报上也能看到 我军士兵穿戴上自己的外骨骼装置 可以轻松地翻阅障碍物 相比于美国的卫士XO外骨骼 更适合一线士兵 因此经过改良的话 或许这种外骨骼装置 不仅仅适用于医疗兵 普通士兵同样能大规模装裂 由于美国的卫士兵穿戴上自己的外骨骼装置 可不仅适用于医疗兵 新长期的外骨骼装置 宝贝